最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要有个意识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该说就要说 该立规矩就要立规矩 你该严肃就要严肃 你别小的时候你放开了宠 为什么要在三岁上 越小说越好 你小的时候不答应他 大不了地也给你打滚 你不要等他12岁了才不答应他 你小时候不立这些规矩 你到大了开始立 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长是属于什么的 他该管的时候不管 他不该管的时候他开始管 也就是说到接近成年的时候 尤其青春期我们也叫他接近成年 什么叫接近成年 就是他要开始摆脱对你的依赖了 这时候他就自己就觉得 有很多事我要自己做就管 你前边没管 你现在开始管 也就是他要做主的时候你要开始管了 那冲突肯定非常大